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迪丽热巴新造型惊艳全场。 身材在一袭红裙下展露无疑,太美了吧。 说起迪丽热巴这位女演员,想必大家对于她都非常熟悉了。 凭借着自己的卓越演技和逆天的颜值饰演过很多经典影视角色。 相信很多观众对于迪丽热巴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她那里,体而又精致的五官,当然还有她那时尚的身材。 相信很多熟悉迪丽热巴的粉丝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迪丽热巴是一位来自盛产美女的新疆女明星。 所以说她每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时,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抑郁的风格。 而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她在娱乐圈中大红大紫。 我相信正是她的这种抑郁风格,让她不管在鼓。 装剧还是现代剧中都能够经验到非常多的观众。 当然欣赏完她的颜值,观众朋友们也不忘对她的颜值大家赞赏。 当然长得漂亮并不是她唯一的优点,毕竟这个是上长得漂亮的人多了去了。 她之所以在娱乐圈中能够有如今的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她那非常。 具有辩识中的容颜。 当然,她的身材也是帮她吸引了不少粉丝。 所以说当粉丝们看到迪丽热巴的颜值和身材时,我相信大家的目光都是挪不开的。 别说是男人了。 就是让那些女人看了也非常的羡慕极度恨。 所以不必小冯多说。 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她的颜值和身材是多么的优越了。 可以说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身材,我相信放眼整个。 娱乐圈也很少能够找得出像她这样颜值和身材俱佳的女艺人了。 所以说万众瞩目的她,不管是出席活动还是参加各种宴会。 她的言行举止以及衣着造型,都是大家所关注的东西。 而在最近,迪丽热巴则是出席了某品牌的现场活动。 她这一次的衣着造型则是让很多球迷都看直了眼睛。 在参加这次现场活动的时候,迪丽热巴也是特意地对自己进行了打扮。 特意身着一袭红色长裙,来映衬她白皙的皮肤。 而她这样的造型给人的第一感觉,简直不要太好看。 这件红色长裙对于迪丽热巴的完美身材则是没有做出任何保留。 不留于地地给世人展示了出来迪丽热巴凹凸有致的身材。 虽然说在娱乐圈中,很多女艺人的身材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看到像迪丽热巴这样穿衣显身材的我估计,除了杨幂之外,很难再找出其他人了。 毕竟他们二人的身材绝对算得上是非常匀称的。 不会像有些女明星那样瘦得干干巴巴的。 当小冯第一眼看到这样的身材时,可以说口水差点流下来。 深红色的长裙再加上她本来就非常白皙的皮肤。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典雅端庄,并且还透露着一丝丝的时尚。 要是不知道迪丽热巴是一位演员的话,我更加愿意相信她是一位当红的模特。 毕竟她这样的时尚的身材太吸引人眼球了。 当然除了她的身材,还有她那惊艳全场的娇美容颜。 我们能够看到,在没有任何美颜的加持下,迪丽热巴的颜值也是仙女级别的。 她的颜值绝对能够惊艳整个娱乐圈了。